你再找一个也是别人用剩下的 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 说不定别人用的还更多 不管怎么着 这个你不是用的最多吗 前几天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因为老公劈腿了 开车把小三给撞死 再反复碾一样 拿个刀把对方捅死 下面还有一批人在下面评论 好解气 好解气 解气你妈那个蛋 看热闹不显事大 进去了 死生玩意 他为什么会这么折腾呢 没有宇宙观 什么叫宇宙观 在那高丑往下看 我只需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很多问题你自动就化了 你老公出轨 跟你的孩子丢了 让你选择一个 你选哪一个 妈出出出出出 你老公出轨 跟你变得又丑又肥 颜值崩塌 让你选一个 你选哪个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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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出轨 跟你穷困潦倒 这一辈子兜里边都没个钢棒 出出出出赶紧出 你老公出轨 跟你得了癌症晚期 赶紧出 你有没有发现 跟你的健康 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颜值 跟你的事业相比较 是不是那个事毛都不算 但是依然有女人 因为老公出轨 成夜不睡觉 把自己折腾成抑郁症 损害掉自己的健康 依然有女人 因为老公出轨 自己以泪洗面 也不给孩子好好做饭 甚至带着孩子一起去死 妈你个傻逼 那老公出轨 你孩子做错什么了 这就是宇宙观 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你所谓的老公劈腿了 你一气之下 跟他离婚了 你找一个 也是别人用剩下的 而且最好的时候都没让你用 一旦想明白了 其实人的一辈子都是空的 从任何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就注定他会死 从任何一对夫妻结合 就注定他们会分开 都是先死一个 后死一个的 两口子一起死的 不是煤气中毒的 就是出车祸的 能用的时候就用 该走的时候就走 圆来了 我们就相聚 圆尽了 他就分开 人的一辈子是不是就像上了一列车 一边相聚 一边分离 一边崩溃 一边自愈 一边得到 一边失去 一边走 一边走散 到最终都是空的 那既然是空的 我们还活什么劲呢 活着是为了体验 体验生老病死 体验悲欢离合 体验爱恨情仇 体验喜怒哀乐 如果你都想体验悲催 啥都不用干 自动可以体验 跪到马路边可以体验别人的怜悯 别人的施舍 别人的鄙视 你可以不用努力 自动体验 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 游艇 飞机 红酒 美女 爱情 尊重 归属 价值 你就要好好去干 遇到任何化不了的东西 告诉自己体验而已 遇到任何开心的事情 告诉自己体验而已 只不过是一场体验 所以我经常讲 人活着就像过年 你不过他 他过你 反正终究都会过去 终究都是一场空 那既然都是一场空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尽可能的增加自己的体验 尽可能的给身边的人一些美好的体验 给别人价值和正能量 力所能及的去帮衬一下身边的人 这就是我们存在这个社会的价值 你一旦知道这一点 你就不会再那么称恨 那么执着 那么较劲 那样的不依不饶 呀这样那样 没有那么多的应该 每个人最终活的都是自己 缘起 我在人群中间看见你 缘灭 我看见你在人群中